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九宫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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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单 答案是首百年之约的媒体发布会啦 首百年之约是以穿越为题材的年代爱情剧 在媒体发布会开始前 剧中主要演员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以小剧场作为开场 用女主角张绍婷的角度看世界 演员们大掌精湛的演技 将媒体朋友们带入情节中 那如果有机会让演员们穿越的话 他们会想穿越到什么时候呢 来听听看他们怎么说 我希望穿越到哪个年代吗 我应该蛮想穿越到我父母亲 年轻的时候的那个年代 因为我想要一探究竟我父母的成长环境 然后还有看看他们当初是怎么 fall in love的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不错 如果可以穿越回去那个年代 三雷五哈秀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Jordan 盛天俊 我希望可以穿越到恐龙时代 因为其实我对于 我本身对于就是动物啊 discovery 这种animal discovery 这种我都还蛮有兴趣的 所以说如果说可以穿越到恐龙时代的话 在安全的旗舰下 我觉得可以回去 对 嗨 三六五哈秀的朋友你们好 我是妹君陈北君 如果有机会穿越的话 我希望可以去到未来二十年 我想看看我现在造了什么孽 然后看看我有没有后代 如果我有孩子的话 我希望看到他们长大成人的样子 三六五哈秀的观众你们好 我是袁腾 如果有机会让我穿越的话 我想穿越到更早之前的 完全没有科技的那个年代 我本身就很喜欢安静 然后就是不太喜欢科技类东西的人 所以如果能够穿越到以前啊 能够把酒当歌啊 那一种隐私的那一种 哇 一点开心 哈喽各位365哈秀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Coby 庄可比 如果让我穿越的话 二战时期啦 像这一部戏这样 因为我觉得 那个年代真的发生很多事情 而且生活上已经很大的压力了 然后再加上有战争 我觉得 我不是想说想要去经历他们 但是我还蛮想去看一看 他们到底有多痛苦 然后回来的时候 来再提醒我 我现在是有多么的幸福这样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张绍婷的话呢 我觉得她是一个相信科学 相信自己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新时代女性 内戀 一句话来形容这部剧里面的角色 应该是她是一个温柔 可是又很热命的一个同养席 其实她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简单 对 就是简单 简单 不管是情感上 或者是对人 对事上 简单 直接就是太和这个人 如果一句话来形容 我在首百年之约里面的话的话就是 我敌不过命运吧 因为郑果这个角色她其实并不坏 但是真的是敌不过命运 因为命运安排是这样 她就唯有是这样 我觉得戏里面的这个角色 跟现实中的我应该有八十八仙相似的 因为其实我们都一样是非常倔强 然后非常相信自己的想法 邵婷她是一个非常有目标 就会勇敢去很努力去达标 然后她会排进所有的困难 然后可是在跟父母相处上面呢 她自己本身就有一点小脾气跟小倔强 我觉得这跟白羊做的我还蛮像的 但是她的内心是善良的 大概两分 那两分呢就是 有时候还是会有文静的一面 但其他的方面其实真的不太像 我跟这个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是一个现实代的女性 然后我相信女性是有自主权的 然后我不会愿意束缚在所有的一些不合理的契约里面 如果我自己本身跟剧中的角色的话 应该没有太多相似的地方 没有耶没有耶 因为我这个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朴素一点 然后我比较是比较会对周遭的事物都会关心多一点 可是郑国这个角色并没有 他是比较是现代的人 所谓现代的人都是往前看的 往前面跟金钱看的 所以这个跟我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有一半吧 我觉得一半以上或许 因为我本身也是很喜欢简单处事的人 就是不喜欢太复杂 太复杂的东西 然后也不喜欢太繁琐的事情 所以简单这个东西还蛮适合用到自己身上 也蛮适合用在太和身上 这部剧的看点其实很多 因为我们这部剧是非常的丰富 首先你可以看到现代的画面 然后穿越到古代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战争的画面 我们是希望能够带观众进入 1940年代的那个时候 我们有百万编剧啦 然后我们又有非常棒的导演 非常棒的演员 全部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些合作对手 而且穿越剧在本地的中文电视剧里 真的是非常少见 也是制作上非常用心的 在本地马来西亚有这么巨大一个本地剧 其实是还蛮难的一件事情 从历史上教育来讲说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让大家去经历一下这个年代 看一看我们之前的祖先是 那么难得才可以团圆 为什么会团圆 我觉得这个是这部电视剧非常大的卖点 365哈球的朋友 你们一定要来看我们首百年之约 这么好的品质的电视剧 你怎么可以错过呢 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守着我们这部剧啦 你们记得从5月13日开始 每逢星期一至星期四 晚上9点30分 首百年之约只在八桌空间 我是小学校的 posts 这周也很重要 ấp入了我 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见 你家人下期见 最后来 我们下期见